1月24号A股收听视频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大资金进场 稳定A股 券商 银行 保险 基建 房地产 这些权重板块 放量大涨 均创出过去一个月 甚至三个月的一个最大成交量 涨幅呢 也都超过了3% 推动了户指 在下午是V型反转 收了一根放量的长向线 以及一根放量的阳线 过去的5天 是走出三根阳线 以及三根长向线 这算是一个反转信号吗 接下来指数 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 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那么这是今天收听视频 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 同时呢 也会去聊一下 像券商呀 基建呀 地产呀 保险这些板块 谈一下我的个思路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升指数 今天收听 我们不会去聊 具体的一些消息面 一些利好 比如说神秘资金厂 比如说又有谁谁谁发声 比如说又有哪个部门 出担哪些政策 不聊这些消息面利好 我们只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 去谈一下我的短线观点 那么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我们多次强调 任何的利好 都不如一根放量阳线更有效 只有放量阳线 才能够刺激股民的信心 那我相信经过昨天跟今天的这种阳线 这种长下阳线 应该又刺激到了一些股民 有了那么一点信心 或者说有了那么一点想进场的欲望 市场里面也再次冒出了很多 喊涨 喊反转 甚至说喊牛市的一些声音 我的观点是 大家理性起来 不要那么激动 目前还不能理解为是一个反转信号 目前还不能理解为是一个反转信号 只能初步理解为是一个奇稳反弹信号而已 我们先聊一聊 为什么讲目前是一个奇稳反弹的一个信号节奏 第一个我们看价格层面 价格层面上 在过去的这五天是走出三根阳线 三根长向线 第二个看成交量层面 成交量在过去这五天 量能是有四天超过了20的均量线 量能出现的放大 第三个看震荡指标 震荡指标是释放了油滤变红的超跌反弹信号 所以基于这三点 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成交量 一个是震荡指标 那么我们认为目前是一个奇稳的反弹节奏 压力位呢 在20均线和这条黄色超盘线位置附近 是在2885点位置附近 好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奇稳反弹节奏 那为什么讲目前不是反弹信号呢 还是看三点 第一点 还是看价格 价格层面上我们需要注意 最近虽然说阳线多了起来 但是依然是阴线的实体大 看到没有 依然是阴线的实体大 而阳线的实体小 然后再看成交量 成交量方面 虽然说量能在今天出现了放大 但是并没有超过上周四的一个成交量 今天全天的成交金额只有7670亿 绝对量能依然不够 然后看均线 短期均线 目前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角度依然是向下 并没有出现向上的拐头 还是通过价格成交量以及指标 这三点我们讲 现在谈不上是反转 只不过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企稳反弹而已 好 那么这是对于指数的分析 那么基于以上整体的分析 我们要清楚 现在有大资金在护盘 有很多的部门在呵护我们的A股市场 在稳定我们的A股市场 但护盘 起稳 并不代表它就要往上有大幅的拉升 目的是为了让市场稳下来 目的并不是为了往上大幅拉升 你想一想 如果说往上拉的话 拉到这个位置 这么多的套牢盘怎么办 你说会不会解套 解套之后会不会选择大批档出来 你比如说大批档出来之后 难道大资金进场是为了让这些人解套吗 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目的 至少不会让你解套那么快 至少短线不会卡就上去 很难很难 因为这需要耗费巨量的资金 都希望花小钱办大事 那么不会这么直接就上去的 不会这么直接就上去的 短线还会有反弹 但是空间有限 空间压力位就在20均线 其实也是之前这一个密集成交区域 反弹也不会特别流畅 各位 反弹过程当中也会有反复 也会有反复 也会有洗盘 所以短线操作不要去追高 我们依然是要保持一些低息的思路 各位 依然要保持低息的思路 参考我们的旺旺三好战法 参考我们的涨停回调战法 选择量价关系好 筹码分布好的强势股票 放量强势多头高控盘压力小的股票 然后再等待这些强势股票 回调之后的股价位置好的机会 以小博大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供大家去参考 如果大家认可的话 来点个赞 评论区回复一个518 然后再看两个指数 一个是创案板 一个是科创50 创案板指数今天是再创新低 虽然说长下长线 但是再创新低 量能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 科创50今天也是再创新低 所以对于这种刚创新低的两个指数 其实短线不适合参与 因为从技术面上去分析 谈不上企吻 也谈不上反弹 当然你长线可以去分批的 去定投科创50 但是短线不可以 好 这聊三个指数 然后再聊板块 第一个板块聊一下券商 因为券商今天是出现了 一个大幅的异动 看一下 券商今天是放量 大涨超版的4 量能是创出了过去两个月 两个多月的一个最大成交量 价格是涨幅超版的4 站上了20均线 站上了这条黄色超版线 时隔了两个多月时间 终于是站上了这条超版线 20均线 而今天出现了三个券商的涨停板股票 那对于这个板块 我们可以视为短期转多了 因为站上超版线了 好 那么站上超版线之后会怎么样呢 各位 他会直接往上拉吗 我认为概率也不大 概率也不大 他往往需要有一个向下的回踩 回踩20均线 甚至说可能要回踩下方超版线 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短线的 一个谨慎的股民来讲的话 现在肯定是不能去追 机会宁可错过也不要去追 如果说接下来往下有回落 回落到20均线 跟这条超版线之间的话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去考虑去 去回调 去关注 但不能够去追 这个节奏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机会宁可错过 但不要去追高 始终要保证我们是低风险 始终要保证我们是低风险的一个价格 然后再来看保险 保险板块今天也是一个放量 创出了过去4个月最大量 价格是创出了过去半个月最高价 今天也是站上了20均线 站上超版线 那保险板块该如何去看待呢 各位 我们要看它的一个控盘度 各位 保险的主力控盘度 现在还是处于零柔下方 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保险的控盘度一直是处于零柔下方 所以这个板块它往上反弹 它不会那么流畅 它不会那么流畅 它接下来大概的 它又往下有一波回落 回踩 回踩哪里呢 需要回踩这一个位置 或者回踩20均线 这是个大概的事件 所以保险不要去追 今天的放量 放4个月最大量 这是一个好事 那么接下来等回落 等回落到今天阳线的半分位下方 回落到20均线下方 之后我们再考虑去关注保险 所以等回落 不要去追 然后再来看基建 基础建设 今天是大涨了5.8% 一些中的投入股票 一些建筑类个股 涨幅非常明显 这是有神秘资金 在拉升 在护盘所参与的一些方向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国有控股 因为他们的大股东 你们看都是国有资本 那么这是大资金所参与的方向 那么基降板块 今天大涨了5.8% 量能是创出了过去三个月的最大量 能追吗 肯定不能去追 对不对 毋庸之心肯定不能去追 而压力位在哪里呢 压力位我们看一下 过去的这几个月时间 一直是处于这条黄色超盘线下方 看到没有 在这里到达超盘线受到阻力 这里受到阻力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超盘线位置是有压力的 压力是很明确的 那么现在距离的压力位有多远 很近对不对 距离压力位很近 那既然距离压力位很近 那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能去追 对不对 不能去追 那么警方明天冲高之后往下回落 但我们机会在哪里呢 机会就在于今天大幅拉升的基建股里面 包括大幅拉升的券长股里面 还有保险股里面 这种大幅拉升的 大幅放量的资金 重点大幅参与的 以及率先拉升的这类股票 那么在经过小幅的回调之后 它往往是机会 所以板块层面上 可能没有太大的上涨空间 板块层面上 可能会有一些回落回踩 但要利用好这个节奏 利用好板块这样一个回踩的节奏 去关注其中龙头股票 强势股票 率先拉升股票 回调之后的机会 我讲的稍微有点快 但大家仔细听 应该能听懂我的 我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板块先找到 然后再找其中个股 然后最后一个聊房地产 房地产我们对于它是有一些偏见 因为这个板块可能很不景气 随着这种年报的公布 那么房地产估计也很难 估计可能会有一些 不确定性的一些风险 而房地产呢 今天是出现了放量 放了过去一个月最大量 这个量能放的其实并不是 很多 然后相比之前这个位置量 其实是不够的 然后房地产目前是两年扬了 压力位在哪里呢 压力位在这条超盘线 跟20均线位置 主力困盘度目前还是处于零轴下方 所以如果那房地产来讲的话 我们主观偏见 就不要去做它了 如果你有 那明天基本上到20均线 也就到头了 上不去 上不去 好 那么只是技术面上的一个超跌反弹 你看今天是智商指标 游历变工信号 这只是技术面上的一个超跌反弹 但是量能不够 但是量能不够 那么量能不够 就不要守望太大的上涨空间 以及这个位置也是会有较大的压力 好吗 好 那么这是今天我们对于指数板块的一个分析 当然个股层面上 今天是出现了4000只股票上涨 个股机会增加了一些 至少接下来超跌反弹的个股机会将会不少 个股可能还会有分化 但是分化当中机会是不少的 关键是在于你选股更测识 关键是在于选股更测识 各位 基于我们的战法 涨停回调战法 望望三好战法 严苛选择 严苛择实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大家可以就好好琢磨琢磨 利用接下来这种反弹的节奏 虽然机会不会扑长 这段现象不会特别高 持续性也不会特别强 但适应好这个节奏就OK了 始终保持你是一个低风险的原则就OK了 那这是今天说明视频 最后呢 希望各位简单关注 望望财经 聊大A 来评论区回复一个518 再见